歡迎收看佳可好友吧 大家好 我是文玉 眷村是台灣很特別的文化之一 雖然房子老了 但最近有很多人以住戴戶這個計畫住到了裡面 也為這個社區帶來不同的面貌喔 今天在節目當中很高興邀請到兩位 自稱為建業人的眷村好朋友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與我們分享他們在眷村的故事 歡迎 哈囉 我是破豆基地民宿的負責人 我是Viola 歡迎Viola 那接下來的第二位好朋友是我們的Amber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流動部落的安博 歡迎 Amber 跟Viola 一起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剛才有提到我們建設是很特別的一個文化的地方 那兩位當初怎麼會選擇到了這個地方 Viola是不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我其實過去大概有七八年從事旅宿業的一個經驗 那我是從國外開始 那回來台灣以後 我陸續待過就是台北、阿里山跟墾丁 那都是在民宿的不同的位置去工作 然後我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面 因為其實陸續學會了不同的技能 可是就是民宿這個產業 它畢竟是一個很扁平化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在思考自己未來的時候 剛好以入代戶眷村民宿這個計畫出現了 然後它其實不只是可以在就是文化資產場域 特色的房子裡面去經營民宿以外 我還可以就是是以合法民宿的方式去經營 那其實它也就是帶著我就是走上了創業的路這樣子 所以剛剛介紹的時候有提到破豆基地對不對 這個破豆基地大家聽到的時候都會覺得 喂好特別喔 這個破豆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很好玩 因為它破豆其實是破刀 就是有來聊天的意思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在就是做就是民宿的命名的時候 其實就是真的是很困難 因為台灣真的民宿非常的多 你怎麼取名字都撞名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苦惱就是跟家裡面的長輩說 然後就有一次在一個就是聊天的過程裡面 然後那個剛好其實也是正在跟長輩破豆的時候 他就提到這個名詞 然後我覺得它很適合作為我們空間調形的一個呈現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成就是民宿的名字 然後交流也是我們期待在民宿裡面可以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個破豆好像跟大家互動交流 閒聊一下很輕鬆自在的 沒錯沒錯 就是希望說可以把這樣子的感覺帶給來到這邊的人 對 像剛才有提到是以租代戶的計畫讓你們來到這裡 跟這裡接下一個緣分對不對 對啊 所以在當初遇到這個那個老房子 因為那眷村都是老房子嘛 在第一次你們看到的時候 或者說真的要進入到這個場域的時候 你們心裡有沒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簡單說吧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房子的時候啊 其實外觀真的是很吸引人 但是我進到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沒有把握 對因為我其實沒有從事過這樣的房子 就是房子修閃的經驗 但是就是因為我的partner 安博她其實是一個就是 就是我都說她是建築人 我是履宿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如果不是靠她的話 就是我覺得空間也沒有辦法長成現在的樣子 所以安博之前有這類的這個經驗嗎 修房子沒有啦 但因為就是我覺得建築人 可能就是大家在 不管是念書那個過程就會有一個夢想嘛 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有一個自己的 就是基地 然後可以試自己想要設計的那個東西 然後放到裡面去 對 所以就來到這裡 所以在修閃的過程 或是說 你看到這個老房子的當下 你會覺得啊 怎麼這麼舊 還是你心裡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第一眼看到那個房子 其實是就開始冒出一些想像說 我們到底在空間裡面 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本身喜歡就是在角落 然後看著大家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每個人做的事情可能會不太一樣 然後我喜歡去觀察這些細小的東西 然後所以我們嘗試在 我們的民宿裡面設計的那個東西 當然首要條件是要好清理啊 但那接下來就是裡面我可以發揮的部分就是 我創造一些小角落 然後讓民眾 就是讓人進去的時候可以在裡面就是選擇自己想要 然後覺得舒服想要待的那個地方 而且我要吐槽一下 吐槽他 對 因為他都跟我說他會 然後呢我們在現場使用的 不管是大型的鋸台 或者是斬斷機 或者是就是頂槍 其實我到現場他說他會 然後我們使用站板去就是做那個房子裡面的家具等等之類的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我到現場我才知道 就是開始做了我才知道 其實我們都是第一次要做這個事 算很有勇氣耶 我們家只有水電跟打牆壁是工人做的以外 其他家具啊 硬體 軟體 都是我們自己 放水也是 真的 所以其實做完的時候是不是其實蠻有成就感的 對 但是就是 我們都會笑稱是不是一生一次 就是這一次的經驗 他啦 他啦 其實也是很特別的經驗 對啊 因為你像是剛剛Amber有提到 他是一個比較追小細節的人 可能每一個人在 雖然在同一個空間在同一個氛圍之下 可能大家心理狀態可能不一樣 然後大家在意的地方也不一樣 所以Amber其實也很細心 他在這個每個角落就設置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邊都是一個自在的 所以在這個完成之後 當一些客人啊 有些遊客來到這邊 你看到他們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心裡的感慨 就是哇 就是要這種感覺 像我們在裡面有設計一些環節 也是因為他的空間 在我們最一開始進去使用的時候 他其實是因為捐村 經過捐村那個時期 然後有 就是他的隔間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有一些小空間我們發現說 他當以民宿來說 其實不是一個這麼適合的空間 所以我們當然有跟文化局去做溝通 然後在節光安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有做過敲除的部分 然後所以把那個敲除了之後 他又變成是兩個空間 變成一個大的空間 然後我們保留了就是那個敲除的痕跡 那讓來的客人其實在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們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裡會有個就是斷圓層壁 在這裡 對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主動的 因為這些小細節而開始跟 譬如說裡面的主人 或者是裡面的服務人員去做互動 他們就會想要去了解 而且這裡以前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會去做說明 所以真的是很小細節 我們還是要保留他一些些他原本的樣子 讓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小東西才發想說 他以前的故事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一個很值得去探討的地方這樣 他喜歡保留生活的痕跡 然後讓後面的人去詢問 然後他在裡面再觀察 然後再持續的修正跟設計 這是他喜歡做的事 但是這個也是很小細節 就是要很了解 然後很細微的去觀察 才可以做到的 也讓大家可以覺得說 哇 很放鬆 然後也在那個空間裡面找出一些 哇 這個好像很不一樣 這個好像很不一樣的感覺 嗯 所以像剛剛有提到這個空間 其實也越來越多人到那邊過去 然後參觀也是了解 是不是也辦了很多活動啊 我相信在像是眷村這樣子 大家都很喜歡活動 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覺 是不是有一些很特別的活動 嗯 我自己在 因為破豆基地其實是一個占卜民宿 哦 因為我自己以前就一直有在做占卜 嗯 對 然後我自己使用的牌卡是歐卡 然後據說翻到牌的人 他們就是打開牌都會有 Oh my God 怎麼這麼準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喜歡在我的空間裡面呢 就是用簡單的生活提醒 而不是那種好像預言式的算命 然後就是可能我做的是 歐卡生活為占卜 然後就是給你一個生活上的簡單的建議 然後希望你就是天天生活都順順利利 對 這個是我喜歡做的事 而且也會有一種一下子突然很靠近的感覺 因為牌卡其實會帶著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很快的靠近了彼此 如果雙方心胸都是打開的情況 嗯 然後也有很多人 他們重新再回來跟我們互動 哇 就是變成老主顧這樣 嗯 對 好朋友啦 好朋友 對 就是喜歡那個感覺 很靠近的聊天 聊聊心事這樣子 嗯 所以在這個場域之中 除了說占卜之外是還有一些 辦了蠻多的活動跟在地 不管是在地的一些周邊的居民 或是說來的遊客來互動 嗯 因為我過去幫別的民宿工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老闆說什麼 然後我們可能只是嘗試去理解老闆的想法 但是呢 我們自己在真正經營自己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是嘗試著思考怎麼樣可以打開空間的能見度 我還有跟就是流動部落 就是有一個文化資產的一個夜間聊天室的一個合作 因為我的空間真的很適合老師跟學員 其實大家坐在一起 部分就好像真的就是同樣的一個層級這樣子 去交流對場域的看法 然後這個活動就是連續辦的酒廠也是流動部落設計的 嗯 就是有Amber這邊負責的流動部落來設計 然後來執行這樣子 最後呢 嗯 對 嗯 所以像Amber的流動部落 像剛剛一開始的時候介紹 可能觀眾朋友看到現在說 流動部落到底是什麼什麼意思 她的做了哪些事情在這個眷村這個場域裡面 嗯 流動部落這個名字其實是 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在修繕的時候 就是剛好有一段時間是空窗期 然後我們就去開始了解整個村子裡面的狀況 那它是我們對於今天新村的一個就是看法跟註解 那它的意思就是指 居民組成流動非常快速的一個社區 嗯 然後所以才叫流動部落 所以我們後來就拿了這個名字 當作我們的團隊名稱 其實同時也是就是我們的主要的方向啦 跟提醒我們 時時刻刻提醒我們說 那個初衷是什麼 然後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子說的原因 是因為不管建議新村它非常的特別 它從日治時期開始就有人在這個地方就是居住 然後所以才會有這些眷社的行程 那在日本人離開之後 它其實是一群的人離開的 然後到國民政府來之後 開始接收了這些就是房舍 對 那就是有一批批的人進來 然後住滿了之後 那因為眷改關係所以他們離開了 然後空了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高雄市文化局用移住待戶的方式 讓一批一批的居民用一騎一騎的方式又再住了進來 那以那樣子的一個狀態來說 它到就是合約來說 它到五年之後 一起一起的人會再離開 可是如果這個計畫有再繼續執行下去的話 那同時間它還會有新的人再回來這個地方 那對我們來說這一個地方 它就是很有趣 它充滿實驗性跟就是新鮮感 因為你五年之後可能在這裡看到的 又看到另外一個風貌 那這樣子的一個行程就是對我們來說就是流動不落 的感覺 在你們心裡的感覺是一個 對 大家雖然來來去去來來去去的 但是在那個地方的那個當下 大家是凝聚在一起的這樣子 嗯 所以在創辦這個流動部落的時候 Amber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故事 或是說對你來說這樣子的轉折 在你的人生當中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故事跟我們分享 流動部落 我想要講 我覺得就是流動部落在做 是就是在做地方的一個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的感觸很深 因為我們逐漸摸索到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用學習型觀光 然後就是用學習加上觀光的方式 來做文化資產場域的一個火化 然後對於從事這件事情的人來說 我們會持續的對地方去觀察 然後並且去理解它 然後再把我們的素材說轉譯跟設計 然後它會變成就是行動跟商品 或者是服務 或者是我們調研出來的一些就是素材吧 對 然後這些東西它都在帶領我們 就是去更理解一個地方 然後跟它產生感情 嗯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商品的部分就我們桌上陳列的這些對不對 對 那Ember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些 下面啊 可能像建業人是什麼意思呢 建業人其實是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接觸就是 這裡原本就是一個眷村嘛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在思考說 到底誰才是就是眷村人或者是 村子裡的人啊 對 村子裡的人 那那時候我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是 不管是曾經住過這裡的人 或者是你的家庭裡面有人住在這裡 然後或者是就是因為參加了流動部落的活動而來的人 然後或者是村子裡面各種活動而來的人 然後還有民宿 像民宿居住進來就是對住在民宿的人 嗯 然後還有未來就是也許你對於這個議題 或者是建業新村開始有了關注跟關心 這些人對我們來說廣義的都是屬於村子裡面的人 嗯 然後所以我們就在想說那 建業跟人這件事情它要怎麼樣子開始產生關係呢 就是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做了建築物 建業人行動 建業人行動 對 那裡面包含包含就是我們採訪 就算是跟全村的人做訪談 就每一戶都進去做訪談 然後還有就是建築裡面的書寫 那文字跟就是說話的部分當然就是 不然後來來執行 對那我的部分就會是比較多是跟繪圖有關的 哇所以這些商品都是由Amber來繪製的 設計的齁 這個是有一些意義在的 像是它其實這個是去年的採集 然後我們其實畫了圖以後 才發現地貌其實改變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對比如說植栽也會改變 對 然後然後它在做地方的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在思考 如果說建業新村要有文創商品的話 我們流動部落會想要怎麼做 然後後來就發現 比如說就是基於種種特性考量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真正想要的就是 把整個村子都作為就是地方的一個 就是識別的一個元素 所以我們其實是把大家的房子都放進來了 畫了下來 對而且這個就是這個布料裡面呈現的 其實就是目前已住待戶計畫的一個所有有居住人的房子 對那也許明年後年這樣的一個房子的樣子 它又會有一些改變了 對但是我們記得當時的房子當時的人 就用這樣的方式把它留下來 因為我想說就是其實建業新村它因為那個文化資產的關係 所以才會被保留下來 對 那它被保留下來之後 它的方法就是登錄的方式是以文化景觀的方式 然後它不再是像以前就是可能大家講到歷史建物 或者是保存這件事情的時候是 單動單動的去做就是不管是定著或者是就是保存 然後所以大家對於那個東西的印象都是單動單動的 但現在以建業新村的樣貌來說的話 它其實是以一個整體的方式 所以它其實是整個村子包含植栽 包含房子 包含街道那一些所有東西都會被保留下來 然後所以我們希望說以一個就是 被好像整村帶著走的那種概念 然後才會設計在包包上面 而且是以整村都出現的方式 真的是整村帶著走 對 好可愛喔 而且就是補充一個 其實文化就是文化資產法規裡面的文化景觀類別 它其實保存整個景觀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景觀 它其實可以某種程度的讓人進到場域的時候 就有一些就是 感覺 有一些feel 然後所以其實整體景觀的一個重要 跟它中間裡面可能可以有一些的一個彈性運用 而不是好像以前古蹟整棟保存只能這樣用 然後就是這種方式其實我覺得是不大一樣的 然後我們其實更欣賞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為只有這樣子的人才可以在裡面彈性的生活跟運用 所以也是 不是說這麼死板板的好像就是歷史見物 就是有不同的人來到這裡 其實都帶給它不同的新年貌 也很歡迎大家一起都來 所以在 像是眷村它很常是一個 在我的印象中 大家都會覺得說好像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大家感情都很融洽很好 那可以都聊聊就是大家彼此的距離好像很近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 近期也舉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想要讓大家來感受一下 也讓大家來認識眷村這個文化 嗯 流動部落從 就大概2019的時候開始 就一系列的活動 那我們想要去嘗試就是讓大家 開始接觸這件事情是以不同的面向 然後不再只是一個單純只是一個捲村的形式而已 所以我們去思考說它的本質就是老屋嘛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來提一個老屋生活提案的一百種可能 然後所以我們就 開始一連串就是各種 打開各種大家就是可能感興趣的事情 讓大家進到場域裡面來 那今年度的時候其實我們 做了一個就是讓今天新村出去的一個行動 那我們到了左營新光三月的地方 去做了一個展覽 然後所以我們就把整個 今天新村的一些 不管是元素或意象 甚至在裡面蓋一個就是木構造的小屋 去呈現大家的作品 那個展覽其實對我們來說是 一個蠻意義重大的公表 因為我們過去辦理的行動 不管是就是實體的東西 或者是它是一個只是事件 它都是發生在建業新村裡面 然後我們嘗試著 就是很幸運的就是第一次決定要 就是在外部策展的時候 就接觸到了一個這樣就是大型 而且是很支持我們的一個商業空間 那其實在商業空間就是 它是可以讓我們第一線的去接觸到 就是可能會對建業新村有興趣的人 然後這個展覽它叫做建業百貨公司 左營建業新村地方特展 然後其實我們除了把我們自己的就是文創商品 帶過去以外 我們也帶了村子裡面各種品牌的人 他們做的不同的東西 像是手釀啊 擬染 皮件或者是也有民宿 然後登山用品 就是所有在這一次的行動裡面 願意響應我們的就是鄰居 大家是帶著自己的品牌一起過去 我們好像是 有點像在百貨公司裡面開了一個百貨公司 就是快閃的一個狀況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也把這樣的一個 原本建業人1.0的一個行動 再做了一次升級 我們把這些圖像再運用 我們邀請了村子裡面的建業人 來做就是收繪 就是應該是說去做著色 對 用各種素材 然後就是也邀請全台灣從事文化資產 場域保存的文化人 然後他們也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參與了建業新村這一次的展覽 那這一切的行動 其實都是在嘗試著擴大 就是大家 就是對於建業新村感興趣 跟覺得有關聯的族群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在那個場域 其實也會遇到很多 可能剛開始對眷村 沒那麼認識 也沒那麼有了解 沒有那麼有興趣 但是在看了一些東西 或是說透過你們的介紹 好像又更了解 就覺得說 其實在左營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而且有很多人在這邊很努力的 做自己創業 不管是創業 或是說在這個地方 凝聚在一起這樣子 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建業新村它不只是一個眷村 我們更大的是把它視為一個文化資產 但是話又說回來 就是眷村這件事情 我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沒有眷村的背景 可是我們進到場域裡面以後 逐漸逐漸的探索進去了解了地方 那了解這個場域上面人的故事 然後我們發現其實 眷村它是台灣近代史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時代現象 而且這樣的一個時代現象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它屬於全台灣的人 對所以我們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 就是思考跟感受我們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在地方上的一些行動 小小的 但是它其實跟很多人都有關聯 它確實跟很多人都有關聯 而且我們覺得 就是用大家覺得自己跟它有關聯的方式 去喚醒他們心裡面 對這個地方的愛護的那種心情 像剛剛Lila提到說 你們兩位都不是眷村的背景的人 但到後來因為 以住在戶這個計畫來到這裡 是也到了中間嘛 這個五年的中間 對你們來說你們覺得 現在跟過去有沒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了 或是說對你們來說 這可能以後可能老了 回來看這一段會有什麼一個感覺 有沒有一個想像 真的 我覺得吧 這個就是進出到 我很快講 進出到今天新春對我來說 它算是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沒有想過我要創業 然後我沒有想過我會對我居住的地方 產生這麼大的一個連結跟感情 因為我以前住在公寓就是上班下班 然後跟鄰居也不認識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吧 我們跟鄰居一起做過的事 我們在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然後還有 我們因為進出到就是文化資產場域 然後開始跟公部門有很 就是開始有密切的聯繫跟配合 這些事情都是我覺得很難被拿 就是它是我生命中我覺得很重要的養分 然後五年這件事情其實也不是非常的困擾我 因為對我來說吧我覺得我們就是每一年都有自己 你知道五年其實說長不長 但說短也不是很短 我們在裡面其實每一年有很多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會去一年份去推動我們自己的行動 那我覺得不管我們去到哪裡 這些發生過的事我們不會忘記 都放在心裡這樣子 而且你是不是對於五年就是這件事情 對於創業者 沒有就是對就是確實來到這裡之後 是我本來就很想要有自己有辦法做一個工作室 但沒有想到是以這種形式去就是開啟了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對然後我們覺得吧就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這是一個讓新創團隊或者是沒有背景的人 就是有機會一個公平的方式就是競爭然後到這個地方來 就是你有能力你就進得來嘛 那在這個地方我覺得 劉蘭波出現其實真的是有點不小心 對因為我們原本只有要做民術而已 然後但是後來就是發現 越來越多我們可以關注的事情 然後對我們來說吧就是五年這件事情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宣傳期或廣宣期 就是這五年內我們到底能衝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那未來也許五年後會有五年前的我們 會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場地 那我們也許就讓這個地方可以再次這樣輪轉 對 是一個很對你們來說都是心裡一個人生很特別的經歷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養分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來跟我們做這麼詳細的分享 也歡迎觀眾朋友們來見夜行村走一趟 來感受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以及人情味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加個好友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